我們看這個立體史 它一物體做等速度嚴重運動 它的向心加速度的量值是A 然後半斤是R 當它繞過三分之二周 三分之二的話 就是120度 這10G內 它位於多少 位於就這一段 就是這120 就是說 從這裡到這裡 這是R 這也是R 它這120 120度 好 那因為在等腰嘛 所以把它切成兩半 那這個位於 就是它R 就等於兩倍的R360度 R360度 這是二分之更到三 所以是更到三 所以是更到三 位於大小是更到三 位於大小是更到三 所以A的話是錯的 好 那這樣子看B 平均速度的大小 好 平均速度的大小 這個平均速度的大小 應該是位於嘛 它處於時間 那我也知道 我知道是更到三 但是問題是時間不小 時間事實上 就是三分之一個週期 DXD 我們知道是等於三分之一個週期 那現在問題是 問題你要把這個 換成R跟A 這我知道 A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R Omega平均速度 R Omega平均速度 這等於多少 那我把Omega算出來 Omega的單位時間少過角度 這個是等於 R跟A 可以更好 Omega是等於2π 它處於T 所以我們就知道 T是等於2π 乘以根號 A分之R 那所以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是3分之1 大T 3更號3R 再乘以T分之1 T分之1 就把這個倒過來 2π 1 倒過來 R分之A 那這樣就多少 2π 分之3 跟號3 然後R 拿進去 變成R 所以B也是 B也是錯的 這樣看C 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這就等於2π 這個就等於2π 平均速率 事實上是平均速度的大小 平均速度大小 是等於那個 R分之1 R R 所以平均速率 所以平均速率 為根號R 這是對的 所以C是對的 平均加速度的大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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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轉雙之一圈 雙之二圈 平均加速度大小 就是速度變化除以時間 速度變化多少 速度變化呢 我們看 它從這裡變到這裡 也就是說 它轉了幾度 轉了120 三分之二圈 不對 三分之二圈 三分之二圈 應該是轉到這邊來 應該是轉到這邊來 所以轉到這邊來的話 所以這不是三分ZT 這應該是轉到這邊來 這應該是三分之二 所以三分之二 這應該是除以二 所以再除以四 不過這個答案還是不對的 這應該是三分之二 好 那轉到這裡來 它的這個 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 從這裡 它變成什麼呢 這個速度變成這個速度 這速度 本來是這個速度 它變成這個速度 再是120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跟這個夾角 等於這一個跟這個夾角 是夾這個角 120 再是120 好 那麼它的速度變化 從這裡變到這裡來 所以這速度變化 ΔV 對多少才呢 我們其他形 等於是那個 兩倍的 V 3 多少才呢 3 60度 這是60度 V 360度 V 2 2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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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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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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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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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也不對,少一個人,少一個拍 所以D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